全球市值超过4万亿元市值的公司并不多 而阿里巴巴算是其中一个 虽然马云创办了阿里巴巴 但是公司最大股东却是日本的孙正熙 他的个人持股比例达到了20% 而他在软银集团持股比例达到了29% 当年马云创办阿里没有足够资金 孙正熙依然为其投资数千万美元成为马云的贵人 而让孙正熙自己后来成为日本首富 2000年互联网第一次出现大量泡沫 而雅虎股价的提升 让孙正熙的身价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增加了100亿美元 一度成为业内神话 而在那一瞬间 孙正熙超过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 然而孙正熙的首富宝座还没午热 短短一天时间 软银的股价随着互联网泡沫破碎而一泄千里 从2000亿美元跌到只剩20亿美元 如今软银集团负债达到1万亿元 如果按照基本利率来计算的话 单单每天的利息就高达2亿元 目前来看 孙正熙已经从首富变成了首富 孙正熙只好通过减持阿里股份 套现80亿美元来偿还债务 然而孙正熙欠下一万亿负债 但大部分都是长期债务 即将到期的短期债务 也在公司可空范围之内 目前他手中仍然持有300家企业的股份 总价值高达2500亿美元 不久前孙正熙还代表软银集团 为贝壳找房和自如网投资10亿美元 而这一次孙正熙能否像投资阿里巴巴那样成功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简念记者报导